香港中文大學外科學系秘療外科組 有賴何善恒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支持 在2013年11月8日成立了 香港中文大學何善恒秘療中心 至今已來到第十個年頭 十年光景,瞬間飛逝 過去十年,我們中心上下一直緊守崗位 堅守理念,致力提供最精湛先進的 秘療疾病檢測及治療 以及避療器官及疾病的教育及研究 宣傳避療系統的醫療保健 特別是針對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香港中男士第三種最常見的癌症 其實無論你在香港或西方地區 這個癌症都是很常見的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西方研究 證實到很多因素或基因 與癌的發病或嚴重性有關 但很多時我們都未必能夠把這些數據直接變用 在我們的亞洲人、華人裏面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能夠收集到我們華人的數據 建立我們的資料庫 從而從我們上面收集到的數據 或者在樣本裏面分析到哪些風險因素 或者跟嚴重性有關的因素 不忘初心 我們一直走到今天全靠一班專業的研究人員 醫生、護士、還有後勤的同事 我們先可以在研究上有所突破 令前列腺癌的診斷更可靠和準確 例如我們的研究發現 前列腺健康指數PHI 對前列腺癌診斷的敏感性高達90% 能夠令病人減少不必要的入侵性前列腺活檢 減低出現潛在病發症的風險 我們亦揭盡所能 為本地的病人提供最先進和全面的醫療方案 務求精益求精 例如我們的團隊開創了香港醫院 運用機械人手術系統的先行 這麼多年以來 團隊不斷改進機械人手術 亦引入不同全新的機械人手術系統 進行臨床測試 病人完成手術之後 治療效果亦都非常理想 我在2014年 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接受了機械人手術 當時是治療膀胱癌的 當時來說 不是有那麼多醫院可以做到機械人手術 而當時傳統開放式的手術 傷口比較大 流血量亦多 而康復時間亦長 但是機械人手術的好處 就是傷口是小和小 而康復時間亦比較快 到目前為止 我都很感恩 都沒有任何後遺症 在這個手術之後 證明機械人手術是非常成功的 我很慶幸當初接受了機械人手術 在這裡再次感謝當日替我治療的團隊 感謝他們 要幫助病人有最理想的康復效果 我們一定要與時並進 緊貼最新的醫療知識 技術和科技 所以我們的團隊 由2008年開始 每年都會舉辦 Urology Symposium 和世界各地的秘療科專家交流 和分享最新的醫療方案和技術發展 在成立香港中文大學 何善行秘療中心這10年裡 我們最大的驚喜 就是連結到一班同州共濟的病人 在康復的路上互相支持和鼓勵 中大何善行秘療中心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我們認識不同的病友 我們會定期做一些不同的活動 例如在同醫院合作的申請分享會 或是在確診病人互相支持下的分享會 我們會彼此交流互相支持 在以後的日子 我們一起走更多的路 我們都會面對更多的分享 我們會互相支持 多謝大家 除了做好研究工作 和提升治療技術之外 提高大眾對鼻療系統的醫療保健知識 都是中心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都有舉辦不同的活動 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 教育普羅大眾 在過去這十年 全內閣單位對香港中文大學何善行秘療中心的 大力支持和信任 希望未來我們可以繼續聯手 履行使命 一步一腳印地走多十年、二十年 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共創一個更健康的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